我們今天是元宵佳節 我們今天就有本命升共 本來今天有升共應該是很忙的 但是我們要問答 因為說了要做問答 我們都是要做的 不過可能升共是很遲一點 我們今天本命升共共北斗七星 這個我們一年總共有七個升共多 有五個是當年屬升共 四個是立春、立夏、立冬、立秋的前夕 一個就是冬至正式是當年屬升共 這五個是當年屬升共 還有我們加多個本命升共 本命升共在正月十五和八月十五 我們這個和大家祈福的 這個日本都沒有的好像這樣 不過日本是經常可以做升共的 但是這兩個就是本命升 當然現在當年屬升就是盟曲 盟曲是伊利達拉達烏 但是我們可以說這個可以說當年屬升 也可以說本命升 那麼我們今天呢 那個那個影子那個答 就是講這個 轟帝共養法 這個轟帝共養法 轟帝我們顯教一向都共開的 轟帝是騎南菩薩 為什麼他會做騎南菩薩呢 因為他在玉傳生顯靈之後呢 跟著就歸於智者大師 以及受了五戒 那法願要擁護佛法 所以歷代都要顯靈的 所以他的帝號 他的聖號就一直加的 最先受庭侯 受庭侯是曹操比的 跟著呢 跟著呢 就後來就曼曼 轟帝聖轟啊 武翁王啊那些 那有很多 很多帝號 因為歷朝一顯靈就加些 一顯靈就加些 那就變了我們的騎南神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幅畫呢 就是我們現在高野生四大名神 那加上高的北洞 加上高的北洞 加上高的北洞 加上公帝 公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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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公帝 那這一個 為什麼會把四大名神 加上公帝 加上公帝 又加上北洞 那因為呢 我們高野生學這個唐麥的時候呢 高野生學那個其實叫東麥 但是是中國的麥中 所以它叫唐麥 因為唐朝呢 802年呢 這個這個 這個王法大師就去中國 這個 這個去中國學了 804年就回去 那816年呢 就見這個高野生 在高野生那裡見子 見這個高野生 那這個 金剛風子 那金剛風子呢 這個高野生呢 那我們呢 收麥中的人呢 就知道呢 要收這個本尊啦 本尊啦 祖師啦 和護法神啦 所以我們 麥中另外一個呢 三合一的供養呢 就是大日如來在中間啦 跟著呢 左邊呢 就是弘法大師啦 右邊呢 就是這個 這個 北洞明王啦 北洞明王啦 那這個呢 就是這個本尊 祖師 和護法 護法神 那這個護法神呢 是 北洞明王 本來是好的啊 那 但是 你 如果你是收北洞呢 因為呢 怕著北洞呢 北洞是實到的 不過怕你收得不好 所以他 請不到他來 或者他 他沒有辦法來到呢 那你的護法神的威力呢 就打折扣了 那如果你的地方呢 越收得越多那些神呢 那他的靈感就越大 那東土呢 在日本就沒有問題啊 日本他收北洞呢 收了1200年了 那我們東土來講呢 收北洞呢 就是 唐宋 唐宋完之後呢 斷了 斷了之後呢 到現在我們才開始收回 所以呢 我們的護法神呢 就未必就收得那麼好了 因為這個北洞呢 你是請而已 他未必到的嘛 他到的時候呢 他要跟本地護法 打招呼才行的 所以呢 這個呢 就 我們覺得 高野生的生辰呢 四國呢 就是 高野生 春日四社大名辰 春日四社大名辰 第一個呢 就是 這個登生大名辰 登生呢 就是這個 水 就是 珠沙 因為整個高野生 下面呢 是水銀礦來的 所以有珠沙 所以要登生大名辰 那麼 旁邊那個 黑色三個呢 是首陽大名辰 這個呢 就是高野生的 打獵的 生辰來的 生辰來的 那麼 跟著呢 這個 右邊這個呢 啊 啊 握著把線那個呢 就是棄筆大名辰 那麼 跟著呢 左邊那個呢 就是炎島大名辰 那麼這四個大名辰呢 合起來叫做 春日四社大名辰 那麼春日四社大名辰呢 他就有講這個二十二個大名辰 那麼二十二個大名辰 那麼二十二個大名辰 裡面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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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日四社大名辰呢 排第六 那麼第七呢 就是登生大名辰 那麼 那麼 有元大名辰啊 大和大名辰啊 這個八分大名辰啊 那麼有很多大名辰的 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辰 所以呢 他日本人只叫大名辰 那麼大名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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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 只是 講大名辰 其實呢 他各個地方都有 有不同的辰的 那麼 所以呢 春日四社大名辰呢 在高野山的 那麼 那麼 落到日本呢 已經沒有什麼力的了 已經落到 落到東京已經沒有什麼力的了 那麼你說去到其他地方呢 他就給他生 給他生就自己 自己的大名辰 到處都有不同的大名辰 所以呢 每一個辰都不同的 那麼他 他有一個法呢 叫做 預土地法 收土地 土地呢 就是做一些大名辰了 所以我們這個騎林呢 又是土地來的嘛 所以我們 在日本來講呢 他是收預土地法的 收大名辰 我們做四家行的時候呢 我們要做這個 做這個四家行之外呢 還要做這個 李翠家行和胡生家行 李翠家行呢 就是念李翠經啦 那麼 胡生家行呢 胡生家行呢 就是收這個大名辰 和這個弘法大師 那麼所以呢 我們大名辰有收這四個 但是這四個大名辰究竟 來到東土有沒有力呢 你北洞來到 來到東土都未必到 你收得不好的話都未必到 我問一下 四個名辰呢 那麼來到中國的時候 究竟他的威力是怎樣呢 那麼如果沒有威力的時候 那麼我們收這個墨教 這樣就很危險 那麼所以呢 我們要想一下 就是是不是我們東土都要找一個 找一個神出來呢 那麼這個呢 並不是我擔憂的 那麼 以前的吳光法師 吳光法師呢 他又和我們一樣的想法 那麼我們東土都有個 有個大名神才可以的 你北洞 北洞雖然是威水 但是你收得不好嘛 如果你收得好 當然威水 收得好當然威力大 就是你收得不好 剛剛收的時候 他未必到的 那麼所以呢 你 你有個護花神 護著你呢 還是好些的 所以呢 這個 這個 這個吳光法師想想 太生虎轟 這個太生虎轟 太生虎轟 這個太生虎轟 是冥神來的 就是憂冥之神 即是袁羅王判官那類這樣的東西 那麼他又不能夠 當是土地這樣的 那麼所以呢 他這個 在台灣 雖然他在台灣 他收 他收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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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太生虎轟 不過太生虎轟始終都是 太生虎轟呢 這個孟達娜裏面有的 因為這個 這個 拖藏界的孟達娜是一行禅師整的嘛 所以一行禅師 可以有太生虎轟 但是太生虎轟始終都是 冥神啦 不是 不是 正式的土地 那麼 所以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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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擔心呢 到我見到這個活佛 我們呢 大概呢 是 二 二零 二零 一二 左右 即是十年前 二零一四零一 一一一一六 那麼 那時候呢 就開這個 同脈發展大會 那麼 那麼當時呢 就有個趙偉法師 趙偉呢 就是五台生 這個大佛寺的 的住持來的 他想起來退居了 那麼他是活佛來的 他是太虎大師的徒弟 太虎大師的徒弟呢 叫做默悟 默悟呢 就是寧波車來的 就是活佛的 又是活佛來的 那麼 因為太虎大師有很多 很多 很多徒弟 那麼他這個呢 就是 默悟的徒弟 這個趙偉就是默悟的徒弟 默悟呢 就是西藏 西藏活佛來的 那麼 那麼當然啦 他應該是中國的 那麼這個趙偉呢 趙偉呢 趙偉呢 又是 又是活佛來的 那麼他是四歲 坐床 那麼他的陰地呢 他正式的 銀頭呢 是蓮花生大士的師父 所以呢 他的威力是很大的 在五台生呢 很出名的 灌頂幾十萬人的 灌頂成三十萬人 那麼 做護摩都十五萬人 那麼所以呢 他 他那個 那個 在 在中國呢 是很 很出名的 那麼 後來呢 他就 我們見他那時候呢 在深圳 深圳有一間晶舍 找一間直通車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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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下面呢 那他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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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呢 見他 那麼他就要學這個脈中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東脈 要學這個東脈 傳了一個日本 他說哎呀 那個日本學很貴的 那麼 那個日本學很貴的 不用了 因為他又不方便過日本 因為他是護佛的 他的身份 供殊性 那又是 又是 五台山的大住持 是吧 這個 這個 大白塔那裡的 這個 塔丸子 塔丸子的住持 塔丸子的住持 那現在退居了 但是都不方便 經常出去 他一出門呢 有四個 四個 四個 喇嘛 沒有爭 互衛他 保護他 那麼 所以呢 他又不方便去日本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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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我就是 雲脈中啦 雲東脈啦 學了回來 那麼 整了一套東西出來 那麼 那麼 我把那套東西傳了給他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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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送了傳法貢頂之後呢 我就問他 那麼 那麼 給了很多法本他啊 給了很多那些 那些 那些送送給他 那麼 那麼送了太虛大師的念珠 還有呢 給了那些 那些天珠 天珠 這個 不可以露眼 這個太太過厲害了 他說 他說 那個那個 因為他十三歲的時候 那時候 那個胡拔師傅 那個胡拔師傅呢 說那些 那些 靈波車呢 因為他有靈波車專修班的 那麼 那麼 那些靈波車專修班的 那些 送了 送了 送了天珠給他 那麼 那麼 送了兩顆天珠 那麼 那麼 兩顆天珠 他就給了一顆我 那麼 那天珠呢 中間有一條紅線的 這個呢 這個呢 不可以被人看的 因為這個 才不可路硬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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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都沒見過這樣的天珠 這個天珠呢 就是靈波車傳給他的 那麼 我就问他,我们来到东土的时候 我顺便问他,我们这个护法城 如果我们初初修行的时候,修北洞 修北洞不够功力的时候 我们修这个护生加行的时候,修四大名城 四大名城都未必修得到 因为他是在高野生的城城 在高野生是没有问题的 在日本都有些问题的 到东京、京都那边都有些问题 因为他是高野生的 所以每个地方都有他的大名城 我们来到东土的时候 只是靠这四个日本的大名城 和靠北洞 北洞虽然是威衰 但是我们修得好不好呢 这个还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急于找一个护法 是不是应该找一个护法呢 他说是 他说我有个轰大共 因为当时这个清朝的时候 这个张家护法就做这个雍正的国师 张家护法有很多转世的 做雍正的国师 他在雍和宫的时候 他就收这个护法神 因为他皇拜很多护法神 收来收去一个都没有到 看到一个胡涂长长 这个面红红的 他问雍正 我修护法神 为什么一个都没有到 但是我看到一个胡涂长长 这个面红红的 雍正说 这个是我们的骑南神 这个东土的骑南神 和三国一直到现在 在中国来说 这个轰帝庙是最多的 轰帝庙有三万二千多个 孔子庙只是万六个 所以多个孔子庙一半 所以每个地方都有轰帝庙 华人到的地方都有轰帝庙 比如说你去泰国、马来西亚那些 所以你不经收轰帝 去台湾都有 所以这个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都有轰帝 所以这个轰帝是骑南神来的土地 他领十八骑南神 他没有安王 领十八骑南神 他一直都是护持这个佛法的 所以这个雍正告诉你 这个是我们的骑南神 接着张家护佛就写到个法本 写到我们现在要收的法本 就是这个轰帝库 有一条咒的 这个是王派的传承 他下令来中国宏法的八大枯陀黑兔 个个都要弄一间轰帝庙 然后要收轰帝、轰帝公 变成了他的护法神就可以到了 因为这个轰帝在中国 好像警察局长那样到处都是的 你不跟他打招呼 那些外面的神来到 你都要跟他打招呼 然后给一下免 不要说是谁好打 但你都要给一下免 给一下免才行 那要跟他打招呼 那些外面的护法神就可以到 他就说 那你收轰帝 我给个轰帝公给你 轰帝公给你 这个轰帝公移轨 这个轰帝公移轨 他逆了做中盟 逆了做中盟 因为他这个 我见他那时候是72岁 他将那些藏盟法本 翻译做中盟 这个轰帝公 轰帝公就翻译了做中盟 那我们呢 现在用这个法本就是 就是这个赵卫法师翻译的 那 所以这个轰帝公呢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在东土里面要收的 要收的护法神 就是这个护法神就怎么收呢 就是第一 你做护生家行 做四家行 你照做他的大明神 那我们呢 另外找个藤呢 就设个轰帝 轰帝就另外收 那两个就可以配合的了 不用说在四家行里面 宫轰帝 那两个 两个不用了 不过我们整图画的时候就整他 那为什么要整个北洞呢 北洞呢 就是去请个轰帝的 那原装的法本呢 他就是用四臂公音 四臂公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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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这个 这个呢 我们用北洞去请 因为北洞是我们的护法神来的嘛 所以用北洞去请自己 攻自己 在北洞 跟着他请个轰帝来 那整个法本呢 就是请轰帝来 那跟着呢 就念他条咒啦 那你可以供茶啦 也都可以 可以供这个烟共 就是他那个烟共法本来的 可以供烟共啦 烟共呢 现在香港就很容易 就是你李日记那里买 买三百多元一大樽 就是个个都在做烟共的了 就是藏物那些 那买些烟共的香 或者自己可以整他 有一条方给我们的 那我叫阿德思做的 现在条方有很多样东西啊 五色布啊 什麽啊 那一大堆 那你可以 你可以买现成的 就是现在烟共很容易买的 那跟着呢 那你可以 查啦 你查 如果你是用中国式的 的杯都可以的 用一只杯 倒些茶都可以的 或者你最好 去藏麦袍那里 就买那些 供茶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铜器 那些铜器有两层的 那是供茶的 供酒都是那些 那些 所谓公帝呢 是可以供酒的 供酒的 因为公帝喝酒的嘛 喝酒 他喝什麽酒呢 放酒 放酒王 这个放酒是很烈的 就是很烈的酒來的 不过我们呢 那我们呢 就多数 多数 供这个 供这个 这个 花雕 花雕便宜些 和容易穩些 那如果是 供日本的 的 神之河 都可以的 那你 收的时候呢 就 用一只杯 倒少少出来 那可以供 如果你来到我们这处 灌顶呢 你就知道我们后面的藤那里呢 有个轟帝 轟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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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那你可以 可以 可以 分开来供的 那这个呢 这个 这个分开来供 所以我们 做这个 譬如说我们修法 我们修法在日本的时候呢 我们是佛堂啦 所以我们修完法之后呢 我们向天就拍三下手的 那麽 大师变照金刚 那麽大士庆祝我 这个拍三下手 那麽大士庆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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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一次做完这个法的修完法之后 他就向天,因为你要请王法大师听 王法大师来,或者日本的大名神来 那你接着请光帝多谢光帝 拍三下走,代表礼敬轰帝 这个法就比较圆满 修行没有那么多障碍 所以这个只是王派 其他派没有 白派那些没有,白派十年都没有念轰帝咒 因为这个是张家护佛的东西 白派他是不修 他曾经念骑南车 他都不念这条咒 不知为何,不理他 所以我们这个公帝共,大家可以收 我们今天因为要做法会 我们现在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因为大家有什么问题 阿赛利港仁图金刚蒙达红三世 红三世三味两会议 意思是要出三界红三世具体就一样修行 这个 红三世我们讲九回蒙达红三世 红三世就要航服三世 这个呢 怎样修行呢 你又要看红三世的红三世的东西 这个是讲的大堆了 因为你要讲到金刚戒的九回蒙达红 我们翌日会讲金刚戒的收法 金刚戒的大日如来收法呢 那里有九回蒙达红三世 这个呢 有红三世 这个红三世一路上去到成生会 那我们翌日才慢慢讲 这个讲起上来就详细了 因为这个呢 是讲到整个四家行的 那我们不答这个事情了 居市在家居宵 这就一样杜生 就一样行四摄法 这个也都不是今天的问题 怎样杜生 在家居市怎样杜生呢 你说在家居市 正式杜生的是这个 这个出家人 出家人因为有杜生的责任 在家人有修行的责任 就不是要杜生 这个是四摄法 这个怎样行四摄法呢 在家居市你真是发心大那头了 在家居市搞定现在的生活先 这个呢 太虚大师说 这个呢 养子为佛陀 缘成在人格 人成则或成 是名真实际 实际点啦 你讲到四摄法 吃多些大头菜 共义吗 要不就 你真是共想行四摄法 共想道生的呢 那就跟我出家啦 那你有怀道的话呢 你不跟出家 你又怎样道生呢 众生道你 那不是你道众生啦 那所以呢 在家人要过好在家人的生活 就不要去想想道众生 不要想成佛 成佛 不是你现在成的 如果要成佛呢 就去出家 那就有机会成了 成了 出了家之后呢 就收到他成佛为止 那这个才是办法来的 你是在家又想 又想道众生 怎样道呢 你说怎样道呢 在家又哪个度过众生呢 除了那些大菩萨那些显然之外呢 其他都很难的 在家人普通的都很难的 那 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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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說話 現在不知道甚麼 這個 鳥生死亦出三界 矛盾鳥生死亦出三界 這個不知道是誰問這些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 這個人是有些畸心的 即是他問一些問題 又不是矛盾的問題 但又問一些很難 很難一下子講得清的問題 鳥生死和道三 和出三界有甚麼矛盾 當然沒有矛盾 鳥生死和出三界有甚麼矛盾 鳥生死你可以分入三界 你成佛的話成佛 成佛你出了三界 出了三界你可以再實現 進入這個眾生 即是你去了淨土之後 你見到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受記了之後 你可以下來 來這個娑婆世界 所以沒有人叫你出了三界 就不回來的 鳥生死就不回來三界 那你不是菩薩 所以少了一條 又不知哪個 哪個少了一條 弟子能隨善欲以為積金剛來結界 保護宅內勉受靈界 參與請問師父結界的方法 是否用獨孤此 周八 獨孤此 側平 其實我們這個脈中的睡覺 觀自己是金剛柱 即是整個金剛柱 人家躺在心裏面的金剛柱 延續到整個生眾大 整個就在金剛柱裏面 你說用慰積金剛來結界 這個 你還要保護人家 睡覺 還要保護人家 保護人家就不要睡了 你睡來幹什麼 所以 這些問題 又是麻煩的 因為 這個是沒有廣道的問題 即是 他沒有說慰積金剛 沒有說你怎樣睡覺 你便遲慰積金剛柱睡覺 就是遲到才行的 共長條柱 是吧 所以呢 這個沒有東西的東西 你就不要弄些東西出來 所以呢 你說 脈中是應該怎樣睡覺的 那 法已經有了 即是 你變成一支金剛柱 那整個人 那些金剛柱在心裏面 然後放大它 整個人變成金剛柱 這樣就放在金剛柱裡面 這樣就安全了 那你就不用想太多 就是歐洲 歐美也可以收工帝 有華人的地方都有工帝 所以你就不用怕 不用怕 這個工帝究竟 究竟 它到不到 我先按它 有華人的地方都有工帝 你不用怕 所以我們找一個工帝 的好處就是 你在台灣也有工帝 你在日本也有工帝 你在西藏也有工帝 你在美國也有工帝 在馬來西亞也有工帝 所以這個工帝 就好過太生虎工 太生虎工 好像只是太生 其他地方都好像沒有太生虎工 所以呢 這個工帝是騙華人社會的 所以都可以收工帝共 我們修工帝共的意思是因為 我們怕我們修的護法神不夠力 因為我們自己修行 就是剛剛修墨宗 或者你修了沒有多久 我們當然沒有信 我們修了法 我們出了家三十幾年 你什麼護法神都有 我們有六萬三千多個護法 但是我們現在說法是給你們修的 在家人修 那當然要修這個 所以呢 這個 這個 請 用這個 請教法師 歐美國家造星神 中國時間 還是歐美國東地時間 當然用教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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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用這個 用這個 做星共的時候 當然是用教力 就是你不可以用西方的力 西方的羅馬力 西方的羅馬力是不對的 因為我們的星共 是查中國的時間 就是不是 在日本呢 他都是用中國的時間 他都是用什麼年 今年是葵某年 那不會說 日本那些什麼 什麼平成啊 那些 那些 所以 仍然是用中國的 總而知這個 這個 這個星共呢 就是用中國的力 中國的年報 中國的節氣 查 查 舊力 如果你不知道 舊力 那就難些了 所以歐美國的事情 沒有啦 現在問題問到這麼多 是誰呀 最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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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做任何家行 可以完全照法本而鬼修 修 修施食嗎 施食的人 修什麼天 和護法 哪有這個 講夠摩 那這個 現在講完了 下一次 我們就講施食法門 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 頭頭 我們現在 我們這些 蒙特是有聯繫的 我們講完這個 共天 跟著呢 就這個 升共 共天 共護法神 跟著就要施食給我鬼 為什麼要施食給我鬼呢 所以下一次呢 我們那個應該是佛教的施食 施我鬼法門 這個是下一次的題目 所以你這樣問就好了 所以我們呢 一定要做施食的 那麼我們做人來講呢 做人來講呢 就是 我們有兩樣東西要做的 一個呢 就是要消業 一個要積福 消業呢 就是你有業 就是來到這個世界呢 一定有很多冤家債主跟著你的 所以你做一樣東西呢 無論有錢沒有錢都好 都會成功不成功的 那麼所以呢 你就要施食了 要施食 如果冤家債主追著你呢 你就扔些東西給他吃 扔些給他吃 你掛著吃東西呢 那他就不會 不會要 要找你麻煩了 找你麻煩 就是找自己麻煩 那你 你是他的冤家債主 就變成了他的買飯幫主 買飯幫主經常給他吃的嘛 他經常護著你 才怕你 怕你不思食的嘛 所以呢 我一有病呢 我就告訴他 我雖然沒有看病 但是 都有不舒服的 我就說 說給佛菩薩聽 說放蒙生 佛菩薩 我病了 就不能放蒙生 你想過 結果呢 就沒有病了 放蒙生 就沒有斷過 因為剛才 如果我在香港的時候 我一定是放蒙生 做火供 就沒有斷過 因為沒有病 不是沒有病 是不舒服 不舒服呢 就是 自己 自己做些東西吃 就會好 就是不用去看醫生 要排好長時間的嘛 這些呢 所以呢 我們呢 年中無休 一年三百六十日 我們呢 六十五日 我們呢 排得滿了的 每一個 每一個呢 每一日 我們都要做的 我們沒有星期六 星期日休息的 那樣東西 我們沒有星期六 星期日 也沒有十七日公眾假期 也沒有公眾假期的 那為什麼呢 那為什麼呢 那些人一會兒 那些休息 我們這裡的人呢 說休息 說到吵架 又休那天 又休那天 我說我四十幾年 還沒有休息 你們休息 你們整天說休息 你整天要休息 你整天要休息 你的心裏面要休息 你就要休息 每一天 休少一天 你都呱呱呱呱 我四十幾年都沒有休息 那怎麼辦呢 是吧 我一天做十四個小時 四十幾年都沒有休息 如果我和佛界OT 就大件事了 不知道佛給我多少 那所以呢 這個呢 因為 那你說好不好呢 那當然好了 都沒有病 那你 那你還想怎樣呢 所以我放到蒙生 到現在都好像沒有病過 就是沒有說正式病的 只是感冒啊 在這裡做的那些人 就知道 幾年都沒見過感冒啊 感冒啊 感冒都沒有啊 感冒啊那些都沒有的 但是有時還是有些不舒服啦 那還是要調理一下的 但是呢 你說正式要看醫生啊 要成的那些就 那些就沒有了 那因為你是 你是要放蒙生 你是要做做魔 你要做這麼多東西 要做做猛火 那你 你這麼多 這麼多法要收 那佛菩薩不會被你病的 病了就不能收了 所以呢 這個 這個 施食呢 是最好的 所以我第一次講 施鵝鬼 施鵝鬼法 施鵝鬼法呢 這個 收什麼天 施鵝鬼法呢 就是收天 整個移軌 那這個 當然啦 你施鵝鬼法呢 最先是一條罩 開始變食爭言 跟著加多金無水爭言 跟著呢 就加加加加 到最後到蒙生法師那時候呢 這一個呢 就是元朝的國師 在蒙生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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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動法師呢 在蒙生那裏 放蒙生 放施食的時候呢 就叫做蒙生法蒙 這個 蒙生法蒙 蒙生法蒙 你請佛菩薩來 跟著呢 就請這個 跟著呢 就施食 所以呢 要佛菩薩來呢 這樣當然有護法神 那不用特別 特别修护法神去 不用有什么保护的 因为为什么呢? 请完之后会送的 有拨遣的 每一次都施食完之后 就有拨遣 如果遣教母 四生登伊堡地就走的了 如果你有做拨遣 他一定走 因为是佛菩萨的拨遣 所以就不用怕他不留在那里不走 又不怕他会搞你 所以这个施食法门是好的 所以我们下一次详细讲 这次就不讲这么久了 那我们呢 现在还没讲 先讲这个 消业的方法 遣教业 念拔拜忏 藏墨修金刚撒多 师父消业 着重于蒙生思食 隐盟师父上述心者 有何区别 那这一个呢 这一个消业的方法呢 念拔拜忏 遣教呢 就并不是念拔拜忏的 他要拜大悲忏 拜圣啊 这个你都可以叫做拜忏 念拔也都可以消业 其实消业职服 这两个呢 是我们经常要做的事来的 因为做了人之后呢 我们就一定有业 才来这个娑婆世界 如果没有业呢 我们是不会来娑婆世界的 有业呢 即是有冤家债主 有冤家债主呢 你可以呢 放蒙生最好 放蒙生给他吃 这个呢 这个呢 是一个方法来的啦 除了放蒙生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 这个 这个 拜忏啊 我们还有拜 拜金光明忏啊 我们还有 还有 还有 还有做别的啦 那这个 这个藏墨呢 就是金光沙多 金光沙多 八字名 八字名 我们东墨都有的 有八字名的 有 金光界的八字名 和胎藏界的八字名 但是呢 八字名呢 在这个 在这个 日本呢 就少些人用的 在藏墨就多些人用 这个八字名呢 啊 工具八字名 转两圈半 这样子 跟着呢 流些水出来 清淨你自己 那我都做过 这个八字名 我做 八字名 都要做很久的 八字名 十万八字名 十万八字名 就是十万大礼拜 十万大礼拜呢 都做很久的 都做成年多 那八字名呢 跟着十万金光沙多 十万曼特公 曼特公 最快 二十一天就做完 一天做六千 那他就在泰国 没什么做 那只做 做这个 所以很快做完 今年十万上司相应法 那这个他的四家行 藏墨的四家行 那你呢 东墨的四家行就不同 所以我们呢 这个消业积幅 消业积幅 消业积幅 积幅呢 就是共添 那因为业的 业的特色呢 就是因为呢 所以说 朱业与殷果 除重更千质 除先作其中 則后后成熟 朱业与殷果 或者朱业与生死 朱业和生死的关系呢 除重 重个业报先 更个业报先 整日做个业报先 所以呢 你 这个叫伏业 伏业呢 就是未正度的人做的 伏业呢 就说你 譬如有些业 在杯子里 那你放些好的东西 那好的东西呢 那好的东西呢 就先出来了 因为为什么呢 那些福布先出来 你现在 凤蒙生是積福啦 供天是積福啦 你的福呢 就压住了那些业 这个叫伏业 伏业不是那些业 背销了 以后再报 等你正好才报 等下一世才报 理得他 所以呢 你总而知道 那些业不要出来 那就伏业 我七十多岁 七十二岁 也伏得挺成功的 因为我没有病 因为我放了蒙生 到现在都没有病 四十多年前放 放到现在都没有性息病过 就是你说 三高那些 有了 但是调理一下 那肯定是有些事 那打几次针 但是其他的那些都没有 那些伤风感冒 那些都少的 那你才可以做事的 那所以呢 这个叫伏业 那当然了 可以招业 招业就是正道 我本无生亦无生 四大化生因境有 前境若无心亦灭 罪腹如混起亦沉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就叫做招业 或者这个 这个 罪重相起 张三三三三月灭事 罪亦蒙三蒙 罪灭两俱空 事实名为争忏悔 那这个叫做 叫做招业 招业呢 并不会没有的 而是呢 他第二天 你正道道之后 既然是焦了 你焦了 他那边还没焦 他记得人家 你不记得 焦了 但是他仍然会 找机会报仇的 所以呢 你就正道道 做什么呢 他都会 他都会有问题 那又问施食法 下一次讲 东麦施食法 我要念三昧耶僧言 翁叹马亚撒多巴 这是受戒的教 这事话 三昧耶吉六道 众生受此戒 得道成佛的种子 但作为居士 行法阿瑟尼 并非出家仍有之家 受戒 这个 翁叹马亚撒多巴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 和那些 幽冥 幽冥众生受戒 这个是三昧耶戒 三昧耶戒 三昧耶戒就说 你这个施食 施食之后 你和他受了三昧耶戒 他就会听你的话 因为你是他的三昧耶戒司 但问题你不是戒司 你是在家人 等等 所以这个施食 疑鬼就是疑鬼 所以疑鬼 并不是你 你去比戒 而是你念的时候 自然有个斑字 在天空出现 翁叹马亚撒多巴 自然在那个斑字出现 光一射到那些众生 那些众生自然得到三昧耶戒 那就不用你去比戒别人 所以不用说 哪个比戒哪个不比戒 根本这个 翁叹马亚撒多巴 就是你念这个 念这条咒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得到三昧耶戒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不用担心你究竟是法师 是不是法师 你可不可以给三昧耶戒 他现在不是叫你给三昧耶戒 叫你念个疑鬼 念个疑鬼 鬼神就会受到三昧耶戒 那有佛菩萨的 我们观众多疑鬼 观众多盛 就是佛菩萨在那里 有佛菩萨在那里 不是我们去给的 而且你这个施食 施食你要观自己 是观众菩萨 你看到我们施食 凤亡生的本义 我们从头到尾都要观自己 是观音菩萨的 所以无论你是在家出家都好 你都要观自己是观音菩萨 你自己是性观音的 所以性观音 当然可以给三昧耶戒人 所以你不是以本身的 的身份去施食的 你是从头到尾都要观 是性观音 观不到也好 你一做 你就是了 就是不用说每次都要观到的 因为观到这件事 就很难说的因人而异 你一做这个法本的时候 就是自己是性观音 所以性观音 也好 但是问题 这个显教就没有说 观自己是观音 观自己是佛菩萨 但是他这个三昧耶戒 你念三昧耶戒 他就得到三昧耶戒 不用说哪个给哪个 所以这个不用怕 还有没有 所以我们就 大家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呢 我们就完 因为这个呢 我们现在做到多久 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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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做一个小时 下一次呢 我们讲这个 讲这个施食呢 我们因为这些问题呢 这些问题呢 我觉得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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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特的形式呢 是挺好的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首先 提了 定了个题目 先啦 我们给了一些参考资料 那我们翌日一整理的时候呢 就变成了 我们说 讲到这个 关帝共 那我们就给了一些 关帝共的资料 你啦 又给了关帝的东西 我们讲这个 讲这个 共天 我们就给了共天的资料 你啦 那翌日要找到的时候呢 那就变成了 一边是资料 一边是收法 那你就很清楚了 对个法案很清楚 好像我们讲这个 健康那样 我们做了一些 顾小培那些 那些影片那样 那你就慢慢呢 就可以 可以 整个大概了解了 然后再问问题 那这个就很好了 现在我们的 题目呢 就跟着下的 这个比如说 我们下一次 讲完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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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食八门之后呢 我们下一次呢 再下一次呢 我们就会讲这个 生从何来 第一 我们要讲 生从何来 死将何去 死了之后去哪里呢 那 暂样修行 怎样修行 这个 这个 如何修行 暂样解脱 我们讲这个 人生这四个问题 我们的生究究在哪里呢 讲前世之谜 讲我的前世 讲我的前世 那 我在这个 前世之谜 那些都说了 不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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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呢 研究一下 前世 那跟着 研究一下 生从何来 死将何去 死了之后 去哪里呢 死了 灵界的生活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如何修行 当然是少业继伏 那这个 那怎么正道呢 就是大小城 大城 又怎样正道 小城又怎样正道 这个 怎样正道 那我们讲完之后呢 我们再讲那些本尊 不是说 讲大家听一下 讲那些一个个这样讲 一个个这样讲 那大家对这个 就有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 大家呢 就有这个印象 那大家 大家呢 整套东西呢 你将它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那我们在网上呢 会将它集合在一起 那你整套东西呢 就了解到整个 整个佛法 如果叫你们 抓住你们来听经呢 要由头讲到落尾呢 你就不会的 或者是怎么会讲 因为 因为现在我们讲了 这么多年经来讲呢 那些人当然是讲些东西来听的 但是呢 没有整个 整个系统去讲的时候呢 都是不明白的 所以呢 尤其是这个 这个东墨 所以叫你们坐定定在那里听 是不会的 但是问问题呢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就可以提出来问一下 那这个呢 就 最好了 那这个 那这个 那我们呢 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因为我们要准备呢 这个 这个 拜 这个 这个 供天的东西 我们呢 八点多钟到供天了 所以现在呢 我们要去准备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先